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周三和周四 20名参选人将被分成两组参加第一场电视辩论会 而在这之前 各位参选人纷纷向选民抛出自己的政治主张 推销个人愿景 以期获得更多关注 今天 基金派代表人物 民主党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 就对外正式宣布了一项新的法律提案 这项提案要取消所有美国学生的贷款债务 金额高达1.6万亿美元 为此 他将向华尔街下手 通过征收交易税 抵消这一成本 右手边是明尼苏达州的国会众议员伊兰·奥马尔 左手边是华盛顿州的国会众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 他表示 这一立法如果通过的话 将为全美4500万学生免除本科和研究生的贷款债务 粗略统计 免除金额高达1.6万亿美元 桑德斯的这项提案相比民主党另一名总统参选人 国会众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的计划更加激进一些 沃伦的提案不是囊括所有有学贷的学生 而是按照家庭收入来划分免除额度 学贷全免是桑德斯此前提出的全民大学免费计划的一部分 包括所有四年制公立大学和社区学院可以全部免费上 为了实现学贷全免 桑德斯计划向华尔街拿钱 包括收取0.5%的股票交易税和0.1%的债券交易费用 桑德斯认为 此举可以在未来十年内筹集到2.4万亿美元的资金 确实 美国学生毕业之后还贷压力大已经成为了普遍的社会问题 白宫在今年3月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就表示 美国学生贷款债务额度已经超过了信用卡 汽车以及房屋贷款 数据显示 大学毕业生平均的欠债为3万美元 其中有28%的借款人处于拖欠或违约的状态 相比较桑德斯捷富济贫的社会主义手法 川普当局也在考虑解决学贷压力大的问题 今年3月 白宫就提出了一项为学生贷款设置上限的计划 以遏制当前不断上涨的大学学费 这项名为Plus的项目通过遏制出借的贷款额度设立上限 要求学校要么降低学费 要么向学生提供更多的助学金 目前这项Plus项目的学贷上限还在研讨之中 最近经常听到身边一些朋友抱怨 现在到医院看病花销越来越大 今天 军山记事报就报道了这样的一条消息 说今年2月 有一个首部被刀割伤的病人到军山总医院做急诊处理 伤势其实并不严重 医生只花了5分钟就帮他做了缝合处理 可是最终医院为他开了高达3321美元的账单 他说自己无力购买保险 只想着做个简简单的处理 没想到花了这么多钱 根据军山总医院的账单 做个粗略的计算 类似伤口处理 只要病人走进急诊室 如果没有保险的话 基本花销就是1665美元 提到这个故事呢 其实是想说说总统川普今天新签署的一项行政令 今天 川普在白宫签署了旨在帮助患者购买医疗保险 要求医院向患者披露去保险公司之间的私下溢价的行政令 也就是说 在动手治疗之前 病人有权利知道实际的治疗价格 这是一项提升医疗服务透明度的行政命令 在现行制度下 患者很大程度上不知道医疗费用是多少 因为他们的保险公司和医生以及医院的协议价格是不公开的 而当前 医疗价格和健保的支出呢 每年都在持续增长 而保险公司越来越多地将成本转嫁到患者身上 通过这项行政令 患者可以看到不同的健保供应商所提供的价格 并做出最终的选择 不过这一行政令遭到了医疗健保行业的反对 他们的逻辑呢 比较有意思 该行业的协会组织 美国健保计划的发言人就说 如果知道了竞争者所提供的价格 那么大家会向比较高的价格看齐 而不是更低的 这样呢 会导致病人看病花费越来越高 那么这个行政令到底会不会降低看病的价格 大家怎么看呢 根据沙家缅度风暴今天的报道 加州交通厅一直在为2018年任命的新厅长劳瑞博曼报销大笔差旅费 原因是 博曼家住在南加州的圣地亚哥 需要经常往返首府沙家缅度来办公 据报道 博曼一年的往返机票加租房费用 大约花费了纳税人2.1万美元 同时呢 他还报销了数千美元的租车和用餐费用 首先说一下 博曼的所有报销并没有任何违法行为 因为他是时任州长布朗任命的 为了保证他的正常工作 布朗的办公室为他的待遇进行了特批 不过 交通厅的报销举措 却遭到了纳税人权益组织的批评 总部在沙家缅度的霍华德·贾维斯纳税人协会的主席古帕尔 就对博曼提出了批评 他说 如果接受了一份在沙家缅度的工作 也就是 你既然决定到州府工作 那么你应该搬过去住 如果不想搬过去 通勤也行 但这应该自己掏腰包 据报道 博曼现在的年薪是19万5千美元 沙家缅度风暴还揭露 加州交通厅为领导层报销差旅费的现象 其实普遍存在 今年5月 加州审计部就驳回了该机构 为一名中层管理人员报销机票的决定 提到交通厅call trans 不得不提加州当前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比较差的情况 为了应对修路 加州民主党主导的议会和前州长布朗 在2017年就推动通过了SB1汽油税法案 虽然旨在改善路况 但纳税人权益组织就发现 其实这项让加州司机掏腰包的举措 还用在了其他的地方 有报道称 SB1法案所获得的税收只有2%用于修路 而加州交通厅在最近两年 为员工普遍加薪15% 其资金也来自SB1法案 虽然最近加州油价略有下降 不过依据SB1法案 从7月开始 每加轮又将增加5.6美分的汽油税 作为纳税人来说 在承受税负的同时 确实应该明确知道 自己的钱到底花在了什么地方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君山新唐人的YouTube频道 君山焦点栏目下留言与我互动 我是林笑人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